这样的诈骗老把戏提醒你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张大眼睛 嫌犯呢老是假装说是检察官 这回又来了 专挑年纪大的被害人来下手 谎称呢你涉及了诈领保险金的案件 必须要冻结你的资产 哇很多人听到吓坏了 赶快呢乖乖的一个指令一个步骤 就听他去转账 虽然是老把戏 不过一个礼拜居然还是骗了700多万言 警方来下这辆计程车 压制车上两名嫌犯 警方来拔枪戒备 这两个嫌犯就是诈骗集团的假检察官 请要交给谁嫌犯退说不知道 根据了解他们假冒检察官 用老把戏来诈骗 一个星期一竟然得手700多万 还有两名被害人 也被骗了将近300万左右 所以合计我们这一组厕所 在本辖一个礼拜里面 已经诈骗了700多万 诈骗集团专挑老年人下手 谎称对方 涉嫌诈领保险金案件 必须交出财产 其中一名住在高雄凤山的老妇人 第一次交出80万 又被要求提领剩下的120万 家人才报警逮人 两名逮徒也一约前往取款 所以我们一拥而上 这个就当场逮捕了两名车手 警方趁着双方碰面取款时 埋伏逮捕 也搜出未造的地检署公文 也判还有其他受害人 正在扩大追查 追求季节亨跟什么